的確不是每次都能僥倖撿回一命就來看到在新北市新莊卻撕原路發生的死亡車禍 當時一名七鼠歲的良性機車騎士是為了要閃避這個路口的围停貨車被迫變換車道 騎進了走側車道就當場呢撞上公車摔倒在地 隨後頭部走到公車給撵過命喪輪下 行車記錄器拍下一輛貨車停在轉角處 突出來的前輪和車頭讓旁邊一名騎士被迫往左邊閃 沒想到就是這個move騎士被公車撞上倒地不起 機車車殼碎了滿地騎士安全帽被撞飛 頭部被公車輪胎碾爆 警銷到場時他已經明顯沒有生命跡象 判定不需要送醫當場死亡 只有聽到蹦的一聲就講 有 警察有來了 驚悚死亡車禍發生在11號上午10點多 新北市新莊區思源路上 一名75歲良性機車騎士疑似為了閃避在路邊圍停的貨車 卻騎進一旁公車的視線死角 發生擦撞當場送命 警方到場對45歲離性公車司機酒測數值為零 但卻竊照示原因及責任歸屬人待釐清 來到市發現場上班時段車流量不少 還有許多公車和機車經過 甚至還有圍停車輛 機車騎士很可能就為了閃車或針道發生意外 可能就要看他們怎麼去分流吧 我也不太知道 因為我們也是用路人大部分 大家都還是人車針道啦 就是看 再看看他們怎麼規劃 時隔一天現場還殘留斑斑斑血跡 未來這路段可能得多加取締 微停車輛 別再讓無辜用路人擺白送命 記者林明鏡余露為台北採訪報導